张家辉狂怒 说到这个名场面 估计大家就有所了解了 不过我们还是得放几个片段 来回顾一下 我想要那个问题 就是想要这个答案 我很讨厌你刚才说的那个 既然聊到这 我很愿意花两句时间 跟您分享一下 我想我没几个别 要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吧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您的观点也一样正确 我认为观点是没有对错的 只有讨论的区别 没有对跟错的区别 所以我说没几个别 要在谈论这个 如果刚刚那个问题 让你觉得被冒犯 我很抱歉